现在是晚餐时间 刚刚去全联社采购了一些食材 想要来做晚餐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晚餐料理的食材分配和酱料添加的原则 今天的汤是海带牙鸡汤 这锅鸡汤是早上就已经利用时间熬好的鸡甲子高汤 有一锅汤底 加一些些海带牙就非常的营养又好喝咯 这一些是今天试菜一汤料理的食材 这道菜洋葱炒牛肉 我这次选的牛肉片是美国一板双酱火锅肉片 那会炒洋葱跟一点点红萝卜 这些食材在全联社也买得到 那这个我的部分是家里剩下的 这道菜是糖醋蛋 把蛋炒一炒加上糖醋酱拌一拌 一个很简单的糖醋料理 李锦记的川铁排骨酱还蛮好吃的 虽然它的添加物是比较多一点 不过在很忙碌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主妇的好帮手 因为好吃又可口快速 第三道菜是油豆腐炒黄豆芽 这也是一道蛋白质很丰富的菜 而且啊它的好处是纤维质也蛮高的 第四道菜就是我的省钱料理 今天熬鸡架子高汤上面还有一些剩下的鸡胸肉 那我觉得它还有点甜甜的 所以我就把它剥一剥 可以做凉拌料理 那这个凉拌料理要搭配的是小黄瓜 这也是今天切一半的 还有我在有机店买的榨菜 这榨菜还蛮好吃的 秀山榨菜 那分享给大家 包装的话已经丢掉了 所以要请大家再去找找看啰 今天的米饭我选择 台湾彩色营养米的绿彩米 小朋友说要吃绿色的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颜色 我先做凉拌菜 把小黄瓜切丝 加一些榨菜 它包装说它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那我都会采性润 就直接把它加上去 那假如说大家对于这样子的清洁不放心 那也是可以把它用开水冲洗一下的咯 这样子咸咸香香还蛮好吃的 吃饭前再添加酱油膏和香油就可以了 最后再加这样菜才不会懒懒的 我把它切成片状 好 豆芽部分准备完成 切个洋葱 洋葱 洋葱甜甜的很好吃 洋葱 切一些配色 切细一点因为它比较慢熟 刚刚切好的蒜头 现在已经切好洋葱 红萝卜 还有蒜头了 我试试完整十一块 这个牛肉有点大片 所以我也要把它切小一点 这牛肉有点大片 牛肉有点大片 所以我要把它切小一点 好 牛肉也切好了 现在要来打蛋 一点点盐 这个鸡蛋不是穿过的 因为刚刚发现冰箱还有其他的鸡蛋 我先把它用完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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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油加太多了 先炒油豆腐 稍微煎一煎比较香 一点点蒜头 也可以加一点洋葱 爆香 我现在要把油豆腐推到旁边 因为我要开始煸香黄豆芽 这个 把它炒一炒 炒黄豆芽的时候一开始会温到一些比较深的味道 那不要急着翻它稍微等一下 再来翻它 慢慢的就会温到炒豆芽香香的味道 炒黄豆芽一开始先不要加水 就是把它煸香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好吃的 它现在就开始有点软化了 还是会闻得到一点深深的味道 用鲜盐 加一点酱油会超好吃 它们都是豆类的好朋友 那旁边要抹布擦一下 要不然锅子会变得很丑 由豆腐炒黄豆芽 用厨房纸巾把锅子擦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留着 等一下可以吸油或做什么都可以用 我现在要炒的第二道菜是洋葱炒牛肉片 洋葱 红萝卜 蒜头 砂锅 煸香 火不要太太大 要摆一下就烧焦了 稍微转炒一点 好 让它慢慢变一下 我就去旁边洗东西 洋葱稍微有点金黄色了 就可以加牛肉 牛肉把它剥开来 让它尽量均匀受热 可以使用夹子比较快 把它削灭这一瓶柴鱼酱油 它像会有点像臭洗烧的味道 一点水 牛肉加了之后它就会变得容易剥开 但是如果太熟的话它又会黏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间要掌握一下 就有些轻轻拉开它就分开了 它很快牛肉熟了就可以起锅了 超香的 洋葱炒牛肉 受洗烧风味完成咯 锅子比较脏一点点不好擦 如果要洗的话可以用热水来洗 这样比较不伤锅子 要不然就要等锅子冷掉了 再一点水就洗掉了 因为我要煎蛋 我不希望它锅子黑黑的 因为这样会让我的蛋颜色很丑 所以我会尽量把它擦得干净一些 水分擦掉 等一下才不会喷油 然后会被喷得不要不要咯 煎蛋的时候油可以多一点 这样蛋会比较香 稍微让它热一下 这样比较不黏过 稍微让它热一下 稍微让它热一下 我都会搅一搅让中间的蛋吃一点油 这样比较香 这道菜很快 蛋煎熟了 下糖醋酱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分开分个几块 糖醋酱 好香的 可以吗 我们家小孩喜欢吃糖醋酱 我想再多加一点 糖醋酱酱才是本体的概念 看起来是不是很下饭呢 од腿酱酱酱酱酱酱酱 先菜汤酱酱酱酱酱酱油 Within the See 我们晚餐的四个菜已经煮好了 但是还是少了些什么对不对 因为啊我们没有装饰它 所以它看起来素素的 所以我现在要来装饰它 葱花跟白芝麻是装饰的好朋友哦 像这道寿喜烧上面就可以撒一点绿绿的葱花 这样就很漂亮了 然后蛋也可以哦 这样就有春天的感觉 寿喜烧也可以加点白芝麻点缀 就很有日式风味了 现在我们准备要吃饭了 所以要来把这道凉菜帮它做的调味 今天的调味就是酱油膏和香油 香油来一些 先熄火 直接撒海带牙就可以了 像这种海带牙全颜色都有卖 一点点葱花 剩一点点把它全部加完 海带牙鸡汤 海带牙鸡汤 鸡丝小黄瓜炸菜凉拌 油豆腐炒黄豆芽 超级简 超级简单的糖醋蛋 盛喜烧风洋葱炒牛肉 今天的晚餐都完成咯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